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三大股指震荡的比较厉害,一开始冲高,然后尾盘又回落了 今天天气很好,这里阳光灿烂,跟大家聊两句 昨天聊过的这个股票,这个茶叶股票,DTEA 今天换手率不高,但涨的还可以 这个属于缩量上涨,今天涨了9.09% 但是换手只有0.93% 在低位缩量,放量以后再缩量 说明这个多空双方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个默契 这个股票现在的问题是,它这个长期均线,这条蓝色的线 还在慢慢的下降 股价的第一目标是冲过这条蓝色的均线 现在的价格是1.23%,冲过是大涨一下还是慢慢冲过,这个就很难判断 总之呢,如果你手上有的话,持有不动 等它冲过1.23之后 再加仓 如果 冲过1.23之后 它 涨幅比较大,就需要先卖掉 涨幅不大呢,就 等它回调,看看有没有回调的机会 再去满仓 这就是这个DTEA 它这个周线,周线比较乱啊 周线比较乱 月线上,月线上是正在筑底 那么短期目标是2.09,月线上看啊 就是月线上看,短期目标是2点 2点多 前面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也就是3.8 3.8左右 分钟线 分钟线呢,它在走平 走平 但总体来讲呢,就是要看它冲过1.23的情形 接下来看这个股票 乐居 股票代码是L1JU L1JU 这个乐居啊 在 这是哪一天 7月31号那天啊 曾经上演了一幕 6次 熔断啊 当时呢 是阿里出手 要收购 香港的 EG 香港EG的代码是2048.HK 当时EG呢 宣布了 三件大事 一个呢 是 EG 逆收购乐居 56.19%的股权 第二呢 是阿里征持 EG股票 或将跃升为EG 第二大股东 第三呢 是EG 跟乐居 EG 跟阿里 建立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共建线上 地产交易平台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啊 嗯 这个股票是个 阿里收购概念 就标志着 阿里呢 忽然之间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全面 要进居 呃 房地产了 因为这个EG啊 是中国最大的 那个 房地产中介机构吧 他在全面进行 这个基于网络的 这个房地产业务 今天翻开 看一看这个股票 看看它周线啊 这个股票 大涨之后呢 一路回调 大涨之后 一路回调 它稳在这个 长期均线这里 不动了啊 稳在这里 不动了 呃 呃 理论上 他这种做法 这种做盘方法啊 是不太会跌破这个长期均线 现在的价格是1.84 今天收盘是1.98 上面黄色均线 有个小的压力位 是2.53 通常这种股票 在1.84 附近买入啊 有可能它再 涨回这个 前面这个 这个净线位置 就是4块钱 这个位置 那么 这个股票 短期内 有可能再涨一倍 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如果你 够激进 够大胆的话 可以 买一点点玩一下 可以买一点点玩一下 但 但不确定 这个不确定 你看它回调 正好回调到这个月线 然后它就 不回调了 这个股票 短期内应该是 再暴涨一下啊 但不会像上一次 那么 那么多了 上一次是从 一点八涨到了 六点几 涨了六倍 涨了多少 五倍啊 五 八 四十 这算不清了 反正是 一点八涨到了 六点几啊 激进型的投资者 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股票啊 总体上看 不管它上次熔断的时候 是当日怎么走势 但这个股票呢 还是处于底部 因为啊 因为这个阿里 入股 一局也好 一局收购 乐局也好 这个都是 逆啊 注意 你注意看 七月三十一号 那个 港股 这个 一局企业 它的公告 它都是逆 只是肯定的是 阿里 与之建立了 战略合作伙伴 而且 阿里 争持公司股票 这个也是肯定的 就是逆收购乐局 逆收购乐局呢 其实就是 把它并购以后啊 扩大 扩大自己的市值和 扩大自己的 那个公司的容量吧 这样呢 就给 在纳斯达克上市 这个 乐局啊 股票代码 LEGU 有了一个 比较大的想象空间 这个股票 历史上的最高点 是18块呀 而且18块这个位置呢 也就是最初上市的时候 放量 后来再也没有放量过 他这种做盘方法 一天能够涨四倍的话 将来会不会涨疯了 创历史新高 也不一定啊 前面一个平台是四块 再上一个平台是 差不多十块 九块多 现在的价格是 两块多 那就是 涨到十块钱 有可能 创新高 涨到二十不敢说 这种神经病庄家 把它拉到十块钱 也是有可能的啊 那一天换手是多少 但是 它有个缺点就是 那天换手并不是 很多 如果庄家 或者说这种 做事商有足够的实力的话 有可能现在还在买进啊 那么将来 再涨个四五倍 似乎有可能 好 先说这么多吧 谢谢大家啊 炒股票要轻松一点 不要太紧张 还是记住我的话 买入的时候 要一点一点的分批买入 如果这个股票均线走 走得好呢 被你发现了 第一次买入就可以多一点 然后 在上涨的过程中 或者回调的过程中 在少买少买 直到满仓 如果这个股票走得不是很好呢 第一次买入就要少一点 然后在将来震荡的过程中 再多买一点 分批买入 一次性卖出 这是 操作的一个基本策略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否则的话 你在股市上永远是亏钱的 谢谢 拜拜